而國高中是否要延後上課時間呢 教育部規劃新作息規範 包含早自習不計遲到 第八節課後輔導 禁止考試等等 預計三月公佈 最快一百一十一學年度 也就是今年的九月起實施 國高中是否要延後上課時間 各界討論多時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 將在三月公佈新的作息規範 最快在一百一十一學年度 九月新的學期開始實施新制 潘文忠雖然沒有確定十九點半到校 但定調將給學生更多自主規劃的時間 包括第一節課前和第八節課不能考試 招會早自習自由參加 而且減少次數來規劃 而學生認為已經習慣目前的作息 調整之後可能影響放學後的時間規劃 而學校方面表示現階段台中的部分 國高中已經停止早自習 如果又將第一節課延到九點半才上課 教學時數被縮短 對老師更會造成壓力 小方表示 現在強調多元教育 老師教學時間已經不夠用 第一節課延到九點半 對老師的教學將會造成壓力 也難以達成課綱規定的教學時數 心智還沒上路 各方怎麼適應都是一大考驗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綜合報導